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有几种原因的 因为一个是无聊 第二个呢 想找到喜欢的小哥哥 如果他能够找到喜欢的小哥哥 又有趣 那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他找不到喜欢的小哥哥 但是呢 他却玩得很开心 他也愿意留下来 所以说呢 像志鹏啊 像瑞儿啊 他们做到第一点 就是让这个场子玩得很有趣 因为这些男人在提供价值 对吧 散播欢乐 散播爱 酒随便喝 对不对 来这里 我不会对你有什么的过分的要求 不会像有些吊事一样 要搂着你啊 要抱着你啊 摸你屁股啊 占你便宜啊 吃你豆腐 我们跟女孩子都很尊重的 说女生呢 愿意在这里玩 但是他们却欠缺了吸引 就说女生愿意跟你玩是一回事 被你吸引是另外一回事 那么吸引的建立呢 就不是像一个陪玩了 而是你要在你的性格上 你的思想上 你要去hold住这个女人 就他们没有hold住 为什么没有hold住 因为很简单 因为女人玩得比他们6 他带领不了 第二个呢 他的社交经验比较少 女生的很多的这种行为 他判断不出来 对吧 该去把女生推开的时候 他反而把女人拉近 在女人眼中就失去了魅力 很多时候你撩妹啊 她的这种情感呢 她是很玄乎的一个东西 就是女生或说男生 她会对这种我得不到的 或者说我未曾拥有的 产生好奇 我已经拥有的 我已经得到的 我已经就是踏踏实实的 就他妈的在的 反而没有这么的在意 我举个例子 你的家里面的所有东西 对吧 你平时不会关心她 但是有一天她没有了 你才会想起她的好 所以说呢 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或者说在追女孩子的时候 你不能让她觉得 她100%的拥有了你 或者说搞定了你 或者占有了你 什么情况呢 就是她说走 你要去留她 对不对 她要走 她要做什么事情 她都知道 你还是会在原地等她 于是她走就走 对吧 她想到你是肺胎 对不对 于是她就会走 但是她走了 你无所谓 你又找到新的女孩子 在这里玩 她就会去考虑 我走了 我走了过后 是不是我就会失去你 最终她就不走了 她就会留下来 臭了 赤鹏啊 瑞啊 这些东西 她们给女人带了感觉 就是说你永远不会失去我 我今天喜欢你了 我就喜欢你 谁也他妈的带不走我的这份感情 她很争执 但是现在的女生 她要的不是争执 争执打动不了女人 她要的是刺激 要的是好玩 要的是未知 要的是新鲜 要的是他妈的这种快乐 她不要争执 因为这个事业上 争执的人太多了 动不动来个男的 就很争执 一些储逼也很争执 因为她啥都没有 她只有争执 所以说呢 你在把妹 你在撩妹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明白对面的女生是什么样子的 她是玩咖 她要的就不是争执 对不对 如果她要的是争执 她会来西西里这种地方玩耍吗 她去图书馆 找个争执的男生一起看看书 不是挺好的吗 所以说呢 对不同的女孩子 你的跟她接触的方式 你要有所区别 争执是一个很好的品德 但是对于这种玩咖女生来说 她就是啥都不是 我接着说啊 就昨天感觉怎么样 就说昨晚吧 因为昨天下午搭讪 我也问过你了 昨晚的话 首先就是 相对于前两晚来说 是有一定的进步 进步在哪 就是有去进攻女生 去攻击她们 不是说我觉得那我自己 我杀大玩 有去跟她们做一个知己上吧 但是对她们窗口识别 就是窗口识别不是很好 不会在恰当的时候做恰当的事 但是完全可能就是 我觉得我要去干她 我就干她 而不是我在合适的时候去干她 对 然后结果妹子 上头下头了 跑了 嗯 对 吸取教评吧 然后尽管继续加油 好吧 OK 对 与其在网上看我们拍完的节目 还不如关注扫这个二维码 加入我们的微信群 实时学习 实时进步 到了第三天我们还在吸气里对吧 对 然后那个你看 嗯像他们像这三个学员 他们自身的条件其实也都还不差嘛 嗯 然后他们干进去很大 然后到高高西你呢 他们就搭上他们就去搭上去对去拿妹子过来 对 然后呢 这个时候又突然冒出不知道冒出哪儿冒出哪个粉丝一直要撑你卡 对吧 也不是蹭我卡就是他想要来看一看你怎么撩妹的 但是这些人的社交直觉呢又非常的低他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一直待在旁边 你又不好意思去赶他对不对 因为伸手不打笑面人嘛 别人在这里点头哈腰的说是你粉丝你也不好意思去赶别人走 显得你好像在那里装逼一样 但是能他在这里站着又很傻逼 因为他们穿得很屌丝形象各方面很糟糕你想一下女生来了过后 他会把你他只会把你当成他这样的人 懂我的意思吧 我们一定要高举高高我们跟这帮屌丝混在一起 真的让他们叉区别开来 像你这么帅的 对吧 你一看就是一个他妈的不说话或者没看就他妈的很不错的 留学生的感觉 对吧 你也是留学生的感觉 但是随在西西里面跟他们傻逼地方 我们就是他们的屌丝 因为中卫三桌都是屌丝 但就是我的问题就是因为蕾内会问了他们一句话 他说你们报客了吗 他们说我们不需要报客 对不需要报客 那为什么就是说自身条件差的人他会有这种会有 他是因为他没有钱 懂了吧 就是说很多人呢比如说你去买件衣服 真正的有钱人他会怎么说 他会说这个衣服贵了还是贵了 但是如果是穷逼他去买衣服他觉得这个衣服贵了他不会说这个衣服贵了 他就说啊这个衣服的妈的颜色不好看 或者说这个颜色不适合我 你去看那些穷逼就是这样子的 知道吧 就是没有人会愿意承认自己穷 毕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比较虚伪 像我这么真实的人特别少 对吧 我他妈没钱我就说没钱 我说我穷我就穷 那是因为对自己充分的自信 对吧 很多人他很嫌弃别人说他穷 说他丑 说他不畏把妹 说他屌丝 于是他要故作坚强 其实没有用 你故作坚强只能他妈的安慰自己 对吧 屌丝只会他妈去自己安慰自己 对吧 唯一改变的就是你他妈的去赚钱啊 你去健身啊 你去把自己搞帅一点 把自己搞有钱一点 把自己搞得他妈的提升一点 有趣一点 这个时候你可以他妈心甘理得的说 哎我就是丑 对不对 你八块福气你说老子身材就是不好 对吧 你凡尔赛就来了 对吧 你他妈一个大肚子在那顶着 你怎么好意思说自己身材好呢 你他妈包里只有五百块钱 你怎么好意思说自己他妈的今天晚上这个大格局 对吧 他妈的一个月人均要消费三千 你怎么好意思说他妈的你是因为穷所以不去呢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 你先把自己的问题他妈的解决了 你再去嫌弃别人 很多人他妈自己的问题他妈没解决 老是他妈给自己找借口 说这个是loser 这不是钱的问题 你明白吧 明白 就说你一定要去经历这些东西 钱你要花上经验 小货的包 对你不能给他存在包里面 你要把所有的人民币变成你的经验值 对 其实他他私下跟我说过 他私下说他他这个东西显得很开 然后他三四五岁之前是不达成存款的 对我觉得就很好 就是放在自己身上投资 我觉得这就很好 我觉得这就很好 对这个你说的很坏 我很欣赏 是吧 因为你传业传卖多少钱 只要你有这种金钱观 我告诉你他妈的把面几横 我遇到的把面厉害的都是他妈的 不是纯钱观 纯钱观都是永远他妈扣留的 扣逼扣收的 这就是他妈的失败的 因为他永远都有借口 找借口多容易啊 努力多困难啊 对不对 你想要变优秀 你要吃苦 你要流泪 你要花时间 花心思 还要花钱 多困难啊 但是你一句 卧槽他妈的这帮人是大格局 你就不用挣钱了 你也不用变帅了 你也不用变有趣了 你就心安理得的他妈的 活在自己的舒适区 所以你就最终就变成他妈屌丝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承认自己丑 自己丑 自己穷 你会去努力 对吧 你如果把妹不行 你承认我他妈的没有钱交学费 你就会去努力赚钱 最后你他妈的一个月赚十万 你会嫌弃他妈的 收你七天他妈一万多块钱贵吗 你不会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会心安理得的说他妈的这个 这个浪迹太几巴醋了 老子不想学 而不是说卧槽 老子不需要学 对吧 说每个人你的层次不一样 你说出来的话就会感觉到可笑 所以说我们会笑他 对吧 比如说你王世聪来的时候 你我不需要学 那他妈的 你说的是对的 对不对 即使你这个打扮穿着 我看来也很一般 但是你那妈的牛逼啊 你那妈的妹子多啊 对不对 你又没有妹子穿得这么屌丝 搞一些他妈的花里胡哨 一看就知道那是仇男 你再来一句我不需要学 那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呢 所以说就惹人好笑 知道吧 就很多人他惹人好笑 就在于这些 女人也会觉得他很他妈的搞笑 所以他绑不到妹子 一样的道理 男人都觉得你傻子 女人更会觉得你傻子 对不对 昨天晚上那个 怎么样 感觉自己的感觉 昨天就是怎么说 因为我的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在卡上多留一下 就是能跟女生有个互动吗 就是从这个目标来讲是有的 但是呢我就是没有那种 任何生机关系这种 就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生机关系的这种机会 所以跟女生聊的还是差了很多 就没有就是热起来嘛 就玩虽然玩的有点热 但是聊起来 聊的时候并没有没有很热 所以这应该是昨天我就是不够满意的地方 然后昨天下午的话 就搭讪 你也一直在干我嘛 就是还好 其实还好的 当然可能还是有一条问题 但是下午也讲过我记得 大概就这些 与其在网上看我们拍完的节目 还不如关注扫这个二维码 加入我们的微信群 时时学习 时时进步 我觉得还好 因为就是昨天跟他怎么说 就是有了一些这种接触啊 包括一些关系的升级啊 所以今天来讲障碍没有那么大 昨天晚上你没有出现在那个夜场里面 对 出现了一会儿吧 嗯 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会儿 到底到底 出现了一会儿 感受了一下氛围 主要是看 不用吧 不用吧 那你昨天的那个 昨天主要干嘛去了 这晚上 昨天接到他之后 跟他一起吃了个饭 接到个妹子是吧 对